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出生却跑到中国担任中共19大党代表的卢立安最近被BBC认为是脱胎者,对此他表示,脱胎者一词很不好,希望媒体不要再用。 综合报道指出,BBC最近创造了一个新词汇脱胎者,用来形容那些离开台湾到中国工作,生活的台湾民众,卢立安就被视为是脱胎者代表。 卢立安不满地说,脱胎者这个词并不好,呼吁媒体不要再用。 他认为,这个词是在用冷战思维在挑拨两岸民众情感,融入者是较好的词汇。 卢立安1968年出生于高雄,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,后来在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,与外圣第二代的先生在1997年,接受中国人事部以反国定居专家身份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,随后并取得中国国籍与身份。 台湾政府在去年底注销卢立安在台户籍,卢立安说,脱胎者等这些创造出来的词都会是标签,一定有不好的地方。 他认为,作为21世纪的中华儿女,眼光应该要放长远一点。 对这些创造的青春世纪就没有喝采论。 对这些创造出来的幸福,不能够了这些创造出来的创造。 感谢观看